念佛一生 罪孽何杀 礼佛一拜 福增无量 在这个时刻 礼佛 称佛号的当下 那些杂念 妄想 挂念 都会放下 所以感觉到无比的 清安自在 一个善念可以与无量数的众生 结下善缘 慈祭人福会双修 往往也在行善之余 借着潮山殊胜功德 骗洒祝福 曾经历海淹风灾的 奥莫克大爱村民 为了潮山先铺路 季阳西线了 挑灯布置 回收瓶盖于铁钉 拉动线 定地标 2018年5月 奥莫克民众首次潮山 手上捧着鲜花 或身旁一串自己种的香蕉 心宽 念纯 很感动 看到我们村民都出来 他们也是一种感恩的心 虽然居民大多是天主教徒 但自此之后 潮山 礼拜 是大家心中共融合的庆典 在非洲 穿上慈祭制服的 黑珍珠志工 信仰是基督教 但是身为正眼法师弟子 在无私的行善中心灵致腹 近来连年因极端气候 大已成灾的星巴威 慈祭制工朱精彩 五年来邀约志工和社区居民 敬天爱地 粉笔画地线 筷子和汤碗代替沐鱼 本土志工带领唱诵佛号 前程潮山 莫三比克2016年首次潮山 三步一跪的动作 志工练了一个多月 尽管身上 尽管身上沾了红土灰尘 但大家步履坚定 曾鸾跌杖 英国慈祭制工 2017年起 在群山环保中 双脚踏在有斜度的丘陵地 风势强劲 一跪一起 开始有点喘 不过越往上 心头越跌定 我们的人生路不是那么平坦的 就是好像地下有很多石子 一步步跟我们爬上去 就是要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力 人们对山的想象和寄托 衍生成对山的巡礼 潮山活动就是圣山巡礼的延伸 就算进步缓慢 最终还是会达到目的地 这就是学佛的精神所在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